文良心贫穷带来的远不止痛苦,挣扎与迷茫,尽管他狭窄了我的视野,刺伤了我的自尊,甚至紧接带走了至今的生命。 但我仍想说,谢谢你,贫穷,今日,一篇18岁女生关于自己,关于贫穷,关于希望的文章,引发了网友的强烈感想,这名女生叫王欣怡,刚刚在高考中,取得了707分的成绩,被北大中文系录取,一名家庭困难的高中生,对贫穷能有如此认识和理解,值得敬佩,但这不足以形成舆论感谢贫穷的理由。 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应该明白一点,绝不能因为家庭困难的王欣怡考上了北大而感谢贫穷,也不能因为考上北大的孩子写了一篇感谢贫穷而感谢贫穷。 王欣怡能考上北大,绝不是因为他家庭贫穷,而是因为他在家庭贫穷的情况下坚韧不拔的精神,是他的努力奋斗的结果,而不是贫穷的生活状态的结果。 苦难没有意义,战胜苦难才有意义,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,空发其身的状态,不值得赞美和鼓励,值得赞美和松阳的,是这种状态下动机忍心的精神,方可能达到曾一其所不能的结果。 同样,贫穷没有意义,他只会造成困难,连王欣怡本人都承认贫穷带给自己的消极影响,也带来了痛苦,挣扎与迷茫,限制了自己的视野,刺伤了他的自尊,甚至紧接带走了至今的生命。 王欣怡的家,图片来源,和亲家长会,公众号贫穷无法造就美好的品质与性格,克服和战胜贫困造成的困难,才能提升这段经历的意义。 难门可贵的就是,年轻的王欣怡能够做到动心忍性,贫穷没有影响他对梦想的追求,反而牵线教育与知识的力量,他很好的调整心态,用于面对贫穷给他带来的困难, 克服了贫穷给他带来的痛苦,挣扎与迷茫,所以说,并不是贫穷让他成长,而是那么任劲和坚强,让他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,一个成年人面对贫穷都难以保证做到一致坚强,乐观向上,更不能苛责贫穷给一个孩子带来积极的结果,贫穷并不必然让一个孩子坚强,乐观和懂事。 王欣怡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北大,只是一个起点不公平的孩子,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,在高考这样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下,在一个阶段性的竞争中,得到了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的个案。 这一个个案可以给家庭困难的孩子带来信心,但绝不能因此而肯定贫穷,舆论不能因为这样一个个案,或直白或暗暗的感谢贫困,因为还有很多像王欣怡一样生活在贫穷状态下的孩子,但他们并没有王欣怡的这份热进。 在与自己的同龄人的竞争中早早的退出了,也不能因为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值得欣慰,要去感谢贫困。 因为王欣怡还很年轻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还要经历很多事,如果贫穷有意义,那还追求什么富裕,如果贫穷有意义,那还做什么扶贫工作,要肯定一个家庭贫困的孩子的奋斗,但议论如果借即将贫穷的状态当成鸡汤,那就把个案的价值和意义带偏了。 良心教育工作者 良心教育工作者